編譯 FOX 播講 耶律君 第八集 後期 肥蔥 角色演繹之詞 細老女 細蚊 菲菲 阿芬 鴨仔 阿剛 紅米 上次講到 黑暗之中 突然傳來一聲異響 好像是在嘴上什麼的響聲 我打了個冷針 我想到了 死人 吃死人 朱智力 你在做什麼 何韻開一手 抓住朱智力的三嶺 將他從地上一下就戳了起來 朱智力拼命想要逃脫開 連話都說不出禮 發生什麼事 兩英物站起來 走過去 我也想站起來 但雙腳不爭氣 兩腳一用力 腳一臂又坐在地上 坐在朱智力另一邊的趙剛 從地上撿了一件事 憤怒地說 他...他偷吃啊! 其他人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 一下子就起哄起來 兩英物嚴厲地說 何韻開 放下他下來 何韻開粗魯地哼了一聲 送開對手 朱智力失穩地跌了幾步 日暴日落地退到生活圈之外 先一層油掉落地 不停咳 趙剛撿在地面上大半九朱古力餅乾 火都來了 舉起手 越來越高 你手就想 這個時候 何韻開一手就抓住趙剛的手 另一隻手純手就搶個餅乾 你想怎樣啊 你... 趙剛的激怒面都紅了 眼看著就要翻臉了 梁英文這個時候大步走到兩個人面前 大聲喝著 給我 但何韻開並沒有理會 梁英文嚴正地再重複一次 給我 何韻開猶豫了一下 最後還是把餅乾給梁英文 梁英文走到 咳到剛剛才順回一條氣落泥的朱智力面前 剩下的呢 沒有啊 聽到這句話 梁英文挖住朱智力 繼續說 那就叫何韻開來手下 不要 不要 朱智力把隻手伸入庫隆島 又拿出了一塊蜂蜜包裝著的餅乾 哇 死了 都不知道他到底把傑野放在哪個位置 都不知道會不會有異味 只有這塊而已 真的 我...我...真的 肚餓頂不順的嘛 再讓我看到你靜悄悄收藏的東西 看我不捏死你了 然後延長一陣附和 夾襲著惡毒的周麻聲 你去死啦 死了之後 就不想吃了 盧韻的說話令我心中一汗 我擔心 如果再發生這樣的情況 何韻開很可能真的會動手 兩英文鬥了鬥手上的餅乾 又丟回給朱智力 然後又走到承低一小堆食物的旁邊 就說了 現在我將所有的食品平均分給大家 你們可以一次過吃完 又可以留一點慢慢吃 但是要記住 這些是你最後的食物 朱智力 你吃了那一半 會在你自己那份上扣 我很慶幸 並沒有被分配到不耐飽的薯片 而是整整十塊壓縮病肝 兩英文自己分給自己的 是一整包蘇打病案 我想他是故意優待自己和我 對他而言 盡可能保存自己和我 才有更多爭取脫困的可能 他一向就不是死板的絕對公平主義者 而現在呢 就是將資源優化分配 而其他人呢 分配到的 是看上去很好吃的一兩包豹化食物 自從我醒過來開始 就隱約覺得有點惹 但究竟是什麼呢 就始終抓不到重點 直到剛才 想到梁英文有意識地 替自己和我留下最優口的食物 以博取更大的機會走出擁渡的那時候 我個佬突然間靈光一燃 我大聲叫了起身 梁英文 他是有意識的 有意識的 怎樣 梁英文反問到一半就想到了 原先 我們一直以為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屢似神法的事物 不管這件事是天然的還是人工的 總之已經在這個引動存在了不知多久了 而無辜的我們 完全是被自己的好奇心賠死 但是擁渡裡面的神秘力量 很明顯是由於我們的探索行為 而改變了擁渡的模式 使我們沒有辦法繼續實驗 這樣就已經不可以用震發的自然反應來解釋 這個幾乎肯定是一種有意識的 基於智慧思考的反應 但是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已經想過 對付入了一洞 就走出來這個問題 可以通過在人的腰上綁上條繩 到時候前面的擁渡下不完 再順著條繩走回來 但是那股力量 顯然不希望有人再進行這樣的實驗 難保不會偷偷的整斷條繩 到時候出了什麼事就難說 所以要不要將這個風法 拿出來和梁英文討論呢 我一時間就鑽不定主意 但是真的要完全捨棄擁渡 想過第二條計 實在一點頭緒都沒有 就在這個時候 嘩一聲響 我臨家臨王就撐在身體 這件沒多遠 那個閃著輪火 用於照明的白骨堆已經塌了 何韻開站在旁邊 跌在白骨堆裡面的是朱智力 正在努力地爬在身上 朱智力大叫 何韻開搶東西啊 何韻開搶東西啊 誰知道你到底偷吃了多少 我看已經吃了兩個人的份量都不止了 還吃那麼多東西 何韻開抓住朱智力旅行包的背帶 全身都拉起 面上的肌肉都抽動了 在綠光的反應下 起得相當憎靈可怕 朱智力雖然知道打不過何韻開 但是現在成物就是生命 哪肯放手啊 也不猜得什麼 再次站起來 死地拔著包 不肯放手 這個時候 梁英文大喝一聲 鬆手何韻開 何韻開今運 就並沒有像平時那樣聽梁英文的話 反而反駁到說 他平時一餐就要吃四碗飯 朱智力先吃一碗 而兩個人分到的食物又差不多 這樣就不公平 他要朱智力 一定要分一點給他 朱智力趁何韻開分心跟梁英文廣橫的時候 一翻身就站起來 右手拔著自己的包 左手純手拿起一條大腿骨 要跟何韻開死過這款 我跟梁英文一直擔心的事 終於要發生了 旁邊的同學終於反應過來 但跟上次相反 今次所有人都勸何韻開不要動操 何韻開是黑著口臉 但沒有放棄 右手用力一拉 而朱智力就啄了一下就向前衝 左手舉起那條大腿骨 眼看著就要跟何韻開拖 何韻開 你現在搶人家 第一 就有人來搶你 哼 誰敢 聽到這句話 幾乎所有的男人都被這句 誰敢 激氣霸火 趙剛 黃芳元 林仔薄 甚至葛玉華 都大聲跟何韻開對喝 朱智力緊握著手上的白骨 咬牙齒齒的叫何韻開不要那麼過份 因為這裡沒有人會想 身邊那個會隨時搶食物 何韻開看著朱智力身後的幾個人影 重重地哼了一聲 終於送開朱智力的背包 轉身走到一邊 我和兩人物對望了一眼 彼此到憂心重重 我看著朱智力手裡面的那條白骨 百年前 這裡曾經發生過的事 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這樣 最高等的教育 再聰明的社會 人 骨子裡的醜惡 還是一樣抹門去 或者 這個並不叫醜惡 只不過是動物的生存本流 朱智力扔下這條白骨 靜重地把背包背起身 恐怕他再也不會把包脫下來 雖然有點遠 但是我看到朱智力 正在那裡看著自己的手 剛才拼命地捉住這條白骨 手上多多少少都會黏到一些鱗光 發出淡淡的鱗光都很正常 但是 就這樣跌跌在手裡面的鱗光 為什麼他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簡直是把自己的左手手掌 湊到眼前 朱智力在這樣的環境下 還可以保持著這麼旺盛的好奇心 我也覺得奇怪 突然 朱智力大叫一聲 彎身在骨堆裡找了一下 重新把他剛才扔下的白骨 撿起來 我心裡一陣 難道 難道他都發現了 當年人吃人慘劇的蛛絲馬跡 有字 喂 骨頭上哪有字啊 朱智力的大叫 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乖乖乖都向他靠攏 那條粗大的大腿骨上 黑了幾十個字 每個字 若沒有手指尾 指甲一半那麼大 如果不是剛才 朱智力 因為自己手上發光 下意識地看了眼 發現了 印在手掌上的字的痕跡 恐怕我們 到死都不會知道 黑在白骨上面的秘密 白骨上 黑了這樣的文字 第十八天 還有六十四個 瘋了的包衫 和招替 終於被吃了 阿勇和鮑月 還在一起 好了 如果 你們可以一直這樣的話 我就 放你們出去 這個真是一個太重要的線索了 我和梁野蜜很快就理清了幾條基本的思路 首先 可以肯定 一百幾年前 這裡發生過一件慘案 而慘案之中出現了大量人食人的事件 雖然我和梁野蜜之前是想盡辦法去隱瞞 但是到了現在 已經沒有辦法隱瞞下去了 身處於這件慘案裡面的人 十有八九是遭遇了跟我們相同的情況 而他們為了生存下去 是選擇了人食人 最重要的是 這件慘案有一個旁觀者 就是在白骨上面刻下這些字的人 而這個人有著被人出去的能力 很可能這個人就是制作出慘案的元兇 掌握著湧動的秘密 而一百幾年前的事件之中 好像還有兩個中心人物 就是那兩個叫阿勇和鮑月的人 目前呢 就只能夠推斷這麼多 因為這些字透露出的訊息實在太少了 但是當年的那個旁觀者 可能不止黑了一條骨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 旁觀者拿人骨當作日計寶 記下了整件事件每一天的進程 而這些人骨呢 示現就是避食者的殘骸 現在當務之急呢 就是從這整棟的白骨之中 找到其他寫有事的骨頭 將當年的事件完完整整地挖掘出來 可能脫困出動的鎖匙就在其中 所有人馬上行動起來 先從那堆照明用的白骨之中 找到能提供足夠輪火照明的骨頭 然後開始對整個白骨洞 進行地毯式的搜索 我呢 就拿著一條大腿骨 冷冰冰的 還有些不知是什麼殘渣 貼在上面 對織成山的白骨 需要檢查的骨頭數以萬計 不知要多久才可以查完 而這種檢查 需要非常仔細的觀察 要來回在手上翻弄白骨 對著這些不知有什麼殘渣貼在上面的白骨 我都好一點 那些女生恐怕就... 不過生死有關 硬著頭皮都要頂硬上了 你看一下廢情 一邊棉都青色的乾吐 一邊一條條骨地拿在面前 看得清清楚楚的 幸好 很快 我們就找出一個令速度加快的辦法 只有在大骨頭上 才可能刻出文字 最多的是大腿骨 頭骨和胯骨 好像那些臘骨那麼小小的骨頭 可以直接掠去的 在搜索的過程之中 我心裡面不停滾動著一些異物 譬如說那個旁觀者是怎樣做到旁觀的呢 當年的情況一定是非常混亂 就算是最強壯的人 都沒有辦法保證自己的下一刻安全 哪有可能還有人 會安安心心的在骨頭上面刻下這麼多字 而且還不讓其他人發現 這種絕對生存下去的技巧究竟是怎樣呢 整整一晚的搜索 直到早上六點幾的時候 全部寫有文字的人骨 終於從幾萬的骨頭之中 全炒出來 分別是73個人頭骨 57條大腿骨 32塊胯骨 11條小腿骨和鼻骨 等到我們再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整理排序 這些骨頭上記載整個事件的起因 和整個慘案歷史62日 每一天的情形 就全部呈現出來 此作俑者 用凶狠 殘酷 必胎以及神秘目測的能力 使關在洞裏面的人 在62日之內 血淋淋的互相殘殺 原先的朋友 兄弟甚至父子母女 都在這62日之內 為了多活一日 要親手殺了對方 吃對方的肉 眼前的陰森白骨 好像將我們 引導了百年前的那62日 我們在讀到這一切的時候 整個人都陷入到 蒙冤一樣的彷彿之中 剋下這些字的是一個女人 叫蕭秀雲 她是以一種 搬回億半日記的方式 講述這一切 在事件剛開始的幾天 她在描述當時情景的同時 斷斷續續地透露了自己的身份 以及和阿勇之間的抖割 再加上我的想像力 和亮應物的推理 這一百多年前 發生在神龍家的神秘食人事件 慢慢 露出原貌了 確切的年代時間 還是沒辦法確定 畢竟不是我寫的手記 蕭秀雲沒有必要在回憶自己故事的時候 鄭重其事地說出武武年號 幾年幾月幾日 蕭秀雲是一個天才 她的天才表現在 對一種古老而神秘的力量的傳承上 這種力量甚至比古術 毛術 光頭術等更鮮為人知 如果不是在這裡 看到這滿傳人的字術 我都從未曾想到 幻術竟然真的存在 我只能夠從各種傳說 和蕭秀雲在回憶中的隻儀片語 對幻術推出了一個大概 這是一種對人的精神發生作用的秘術 與西方的催眠術相比 幻術是要更深奧得到 從蕭秀雲的回憶看 她在四歲剛入門的時候 所進行的訓練 就連現今世界上 最頂尖的催眠大師 都會感到差異 其後 到了十二歲的時候 蕭秀雲已經成為了一個 相當優秀的幻術師 她甚至可以發揮出一些 真正的力量 和武術降頭差不多 在影響人的精神之外 幻術師也有著運用這個世界上 未知力量的獨特法門 阿勇的名字應該是叫鮑融 她很小的時候就遇見了蕭秀雲 當時在鮑家山邊 有個鮑家村 鮑融在成長圍村裡面最優秀烈手之前 一直是村裡面最偉的小孩 跟其他的小孩不同 她經常一個人跑到村附近的山道 就在那裡 她遇見了正跟隨師傅修行幻術的蕭秀雲 鮑融一下子就被這個小孩吸引著 從蕭秀雲那裡 鮑融可以見到最靚最不可思議的景象 於是乎每日到山裡面看蕭秀雲修行 就成為了這兩個小孩的秘密約定 鮑家村的長輩對此是完全不知情 而蕭秀雲的師傅對此也不以為意 就這樣青梅竹馬了五六年 到了蕭秀雲十二歲的時候 她就已經被認可為具有成為一名優秀雲術師的能力 所以她要開始最後的修行 從白骨上面是沒有辦法看出最後的修行到底是什麼 但是蕭秀雲不可以繼續在深山裡面修煉 她必須要出去 或者由於橫術和人心有著物不可分的聯繫 所以必須要入世去和人接觸 才可以能夠完成最後的修煉 總之 蕭秀雲和鮑勇必須要分開 那年蕭秀雲十二歲 鮑勇十三歲 兩個人在村最神聖的地方 每年一次的祭祀之所在 祖洞裡面約定 當蕭秀雲再次回來的時候 就要做鮑勇的妻子 而那時的祖洞 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人洞 八年之後 蕭秀雲回到鮑家村 而鮑勇跟她說 那年的秋天 就要跟鮑月結婚 蕭秀雲將自己聽到這個消息的感覺 刻在白骨裡 我在外面的世界 經受了所有的考驗 師父說 我已經有一夥堅定的身 但是艾勇對我說 對不起的時候 我幾乎要完全崩潰了 八年來包容的轉變 我是可以完全想像得到 當年紀越來越大 童年那時候 從蕭秀雲那裡見到的不可思議景象 每一起那時候的感受 就會從好奇變成懷疑 從懷疑變成恐懼 所以對蕭秀雲的感情 也就逐漸退化變質 事實上 當蕭秀雲回到鮑家村的時候 整條村都對她充滿了敵意和排斥 一個多年接受極端精神訓練的人 受到了這種刺激的後果 是極為危險的 蕭秀雲堅持認為 其實是由於村民的壓力 才令到鮑勇不敢跟自己結合 她想出了一個絕對變態殘酷的方法 用全村人的性命 來嚴正阿勇和阿月的感情 是不是真實 如果彼此感情致死不渝 那蕭秀雲就死心 被這兩個人在一起生活下去 如果不是了 那這個負心人 就沒有繼續生存的必要 而全村其餘幾百人 只是這場試驗的道具 8月21日 每一年的這一日 全村的人都要到祖洞去拜祭 甚至連未會走的鷹鞋 和走不動的伯爺 都要由年輕人揹去 沒有人可以例外 以時罪祖先和守護全族的山神的虔誠 那一年 全村入了山洞的 有489人 好啦 那究竟是一場怎樣的試驗呢 入洞的489個人 又會不會有行存者呢 故事又會怎樣發展 敬請關注拿多靈異手的系列之 空心人第9集 第9集 阿蘇 何謙 企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